通知一经解锁密码 大家好 欢迎收看产中说挂的实力解剖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个 家庭教育很重要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巴西的一个足球运动员身上 有黑珍珠之称的世界球王比利 从小就不抽烟也不喝酒 他所有的心思都放在足球上 在比利还很小的时候 他参加一场非常激烈的比赛 当时因为对方的实力很强 所以他们的球队不但防守得很辛苦 想要得分也很不容易 在90分钟的比赛里面 比利非常的专心 他将自己全部的精神跟注意力 都放在那颗球上 等比赛结束之后 因为刚才精神太过紧张的关系 比利觉得自己的头就快要爆炸了 而且整个人都累到快要喘不过气来 刚好他看到旁边有一个队员在抽烟 他就向他要了一根烟 他一抽到烟 身上的不舒服跟疲劳一下子就缓解了 整个人都觉得非常的轻松 这一切都被站在休息室外面 比利的爸爸看在眼里 但是当下他爸爸并没有说什么 只是皱着眉头 转头就离开了现场 那天晚上比利的爸爸坐在客厅等他回来 他一看到比利就问他今天是不是抽烟了 那个时候才13岁的比利知道自己做错事情了 回答完自己确实是抽烟以后 就低着头准备接受他爸爸的教训 但是他爸爸并没有发脾气 站起来轻轻拍着比利的肩膀说 孩子你在踢足球这方面很有天分 说不定你未来能够很有好的发展 可是抽烟会损坏你的身体 到时候你在比赛的时候 就无法发挥你真正的实力了 比利听完爸爸的话 更加不敢正面看他爸爸 这个时候爸爸又说 身为你的父母 我有责任教育你很好的方面前进 也有责任阻止你的不良行为 但是最后要怎么选择 还是要看你自己的领悟了 既然你已经长大了 就应该要懂事 自己做决定 现在我就问你 你是要认真打拼 做一个未来有出席的运动员 还是要拿走这笔钱去买烟来抽 话说完 比利的爸爸就离开了 只留下比利跟桌上的钱 比利认真思考 他爸爸刚才说的话 然后就忍不住哭出来了 后来他将桌上的钱 全部都还给他爸爸 然后用坚定的口气说 我以后绝对不会再抽烟了 我决定要做一个有出席的运动员 从那天开始 比利就没有再抽过烟 他甚至连久都不碰 在他15岁那年 他加入职业球队 16岁就进入巴西的国家队了 他在足球上的成就非常的精彩 甚至还被称赞是20世纪最伟大的体育明星之一 就连国际足球总会 都封他为世界球王 有人曾说过 一个父亲生过100个老师 因为父母跟孩子的关系非常的亲密 所以父母的家庭教育 能够影响一个孩子的一辈子 所以不管是学习上的指导 精神上的鼓励 或者是人生方向的牵引 每一个父母只要多花一些心思 在孩子的身上 相信孩子的未来 就会越来越优秀 一 准备三个古铜钱 或是一般的硬币 图案的那一面代表着羊 文字的那一面代表着阴 调整自己的呼吸 让自己保持在一个平静的状态 然后把钱币放在双手的手掌心 在心中默念今天的月令日之 然后拜请福西 文王跟周公 指示你想要站稳的事情的吉凶好坏 接着摇动手中的钱币 把钱币轻轻地丢到桌子上 由下往上记录直出的六个阴阳 请示完内挂 也就是下挂的三个窑之后 要再默念一次想要站稳的事情 继续值钱币 完成外挂 也就是上挂的三个窑 补充说明 月令日之相当重要 因为它可以帮助判断吉凶 所以要自行去查询 万年曆或是农民曆 举例说明 国历111年3月18日 它的月令日之就是 任引年 回毛月 跟五日 三 确定好日之之后 接着要将空王的部分找出来 日之是由十天干与十二地之组成的 两两一组配对 一定会有两个地之 没有搭配到天干 这两个地之就是空王 例如 苦挂当天是更五日 我们将天干和地之都配对好了之后 会发现 虚跟害两个地之没有对应的天干 所以是空王虚害 四 当我们在记录摇的阴阳时 要以少的为主 例如 三个钱币中是一阳两阴 也就是一字两图的话 就要记为少阳 如果直出的结果是一阴两阳 也就是一字两图的话 就要记为少阴 如果三个钱币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就要特别记号了 因为这代表有变卦 三个钱币都是字 就是老阴 都是图案 就是老阳 在变卦以后 老阳的部分会变成少阴 老阴的部分会变成少阳 在庄六亲之前 我们要先学会庄地之 庄地之的原则很简单 就是阳挂庄阳地之 阴挂庄阴地之 阳挂为 前 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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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 阴 阳 阳地之为 子 隐 臣 五 深 须 阴地之为 丑 卯 似 味 勇 害 有一点要特别注意 在装阳地支的时候 要从顺时针的方向 因为子是前阳之时 所以要照着子、影、成、五、生、须 这样的顺序来装 但是在装阴地支的时候 因为位是昆阴之时 所以要从逆时针的方向 照着位、四、毛、丑、害、有的顺序来装 从初摇开始 顺序由下往上 每一个摇位分别代表的地支 如下图 我们说过 十二地支有各自代表的五行 从右下角顺时钟来看 害子为水 银毛为木 四五为火 身有为金 剩下的丑、尘、味、须 都为土 佛有八万四千法门 来对治众生的烦恼 就好像一支挂 可以有非常多的面向 来解释众生的问题 生活当中 会出现一道又一道的阻碍 会让我们以为自己输给了生活 其实我们只不过是输给那个着急 惊恐跟忧愁的自己而已 人生中处处都是选择 快乐的过也是一天 痛苦的过也一样是一天 所以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 绝对不要逃避 应该要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 想办法来改变对我们不利的局面 才是正道 今天就要用各种不一样的主题 来跟大家介绍一些 实际上发生过的案例 看是要如何透过一金普卦 推算出问题的答案 以及如何将我们曾经学过的解卦技巧 实际运用到生活当中 这次卦是杨先生要问重新装潢公司的状况 现在看普卦以后得到的结论 结果就是杨先生对要不要重新装潢公司 还有一些顾虑 所以他最后选择不要重新装潢的几率 是比较大的 普卦日期是人影年 丙五月 奎卯日 空王市城市 杨先生普刀的卦是天地匹 洞六窑便折地翠 杨先生是一间室内设计公司的老板 他们公司已经开业十年了 当初公司里面全部的设计 都是他亲手画设计图设计出来的 因为这些年 公司的生意做得还不错 加上他发现整个空间的设计跟使用 能够规划得更好 而且这几年新进的员工都是年轻人 所以杨先生才打算要重新转潢公司内部 提升公司的品牌形象 不过杨先生考虑到现在是疫情期间 他想要多保留一些流动资金 以免公司临时发生什么状况 再加上公司都是要重新转潢的话 恐怕员工会有一段时间 没有办法进来公司上班 可能也会增加他的营业成本 而且当初他设计这间公司的时候 有吩咐一定要用最好最耐用的材料 所以才能够经过十年 东西还没有什么损坏 杨先生的为人比较节俭 舍不得将这些好的材料拆掉 因此他才会那么犹豫 也才会希望能够先透过普瓜来知道 如果他重新装潢他的公司 对公司未来的发展好不好 我们先来看四摇的部分 四摇做的是卯木的七材 柴摇临日程 是有根的状况 问公司的装潢 用神看的是父母 硬摇虚途的父母 动未途的父母 化退神 父母虽然有月来生是旺向的情形 但是跟日之脑虚和 化摇未途的父母 旺向是被月令无火的观鬼 合走了 代表公司的父母动化退神 就表示重新装潢 对公司未来的发展 不是很有利 再加上四摇的七材 零日程 四摇 客硬摇 财客户 所以不建议杨先生在短期内 重新装潢他的公司 官鬼有事业体的含义 二摇是火的官鬼 虽然望向又有日来生 但是若空亡 就表示杨先生自己对公司 要不要重新装潢的这件事情 还是心存顾虑 所以才会没有办法 马上就做决定 总结来说 问公司的装潢 用神看的是父母 问事业相关的事情 就要特别看官鬼摇 硬摇做用神虚途的父母 动未途的父母化退神 父母望向但是动化退神 就表示重新装潢也不会对杨先生 他们公司未来的发展 创造更大的利益 而且二摇代表事业 是火的官鬼 如空亡 空亡有无心跟不愿意的意识 就是因为这样 才会推断出杨先生目前 对重新装潢公司 还有一些疑虑 因此才会说杨先生 最后选择重新装潢的可能性很低 后来根据杨先生本人的说明 他认为在疫情期间 还是要省一点 所以暂时不会重新装潢公司了 大家学艺经 做人处事可安心 身体健康心安宁 投资求财必得力 一起学艺经 家庭幸福永同心 修行路上可见性 禅宗书挂节目护持账号 42274784 户名十方法界基金会 这只挂是杨小姐 要问住院的家人 目前的健康状况 根据挂项的显示 病人最近的身体状况 不是很理想 不但选择的治疗方式 跟药的种类对病人都没有产生太大的效果 甚至还要注意 这个月恐怕会有生命危险 普挂日期是人影年 丙五月 回卯日 空王是城市 杨小姐普道的挂 是前围天 洞出窑 跟第二窑 点天三顿 杨小姐她姑姑今年55岁了 前一段时间 她姑姑在孩子的建议之下 第一次去做乳房摄影的检查 那个时候才发现 杨小姐她姑姑得到乳癌 而且已经是第三期了 当时医生建议病人 必须要马上住院开刀 将右边的胸部 里面的肿瘤切除才可以 虽然手术的过程非常的顺利 但是因为病人体内的癌细胞 已经有转移的现象 所以在动完手术之后 病人还必须要留在医院里面 接受化疗跟其他的药物治疗 这样做除了可以把已经 扩散了癌细胞都杀死之外 还能够降低以后复发的几率 但是在接受治疗的过程中 病人的身体会出现很多的副作用 非常不舒服 让家里面的人看得很舍不得 虽然病人很积极地在接受治疗 但是他的身体状况一直都没有改善 根本就没有办法出院 就是因为这样 杨小姐才会希望透过普华来知道 在短期内 他姑姑的健康 状况会不会好转 首先是四瑶的部分 四瑶做的是虚土的父母 父母有越来生 是妄向的情形 疾病的用神看的是观鬼 医药的用神看的是子孙 父母此事有妙妖蓝条的含义 再加上四瑶的父母妄 会刻代表药的子孙 就表示目前的治疗方式 以及药物的选择 没有办法在病人的身上 发挥太大的效果 再来是应谣的部分 应谣是医谣 应谣做的是尘土的父母 父母虽然望向 但是落空亡 医药空亡对病人来讲 是相当的不利 代表杨小姐 她姑姑最近的健康状况 很不理想 出谣止水的子孙 动尘土的父母 回头客 子孙不但修求无根 又跟月定子五充 是月破的状况 最重要的是 出谣止水的子孙 不但被化谣尘土的父母 回头客 还动入沉默 子孙入目 就表示找不到对症的药物 这样的过相对病人来讲 非常的不利 二摇引误了七柴 动画无火的关鬼 柴摇游日来浮 是有根的状况 柴动不但会去生关鬼 还会让初摇子孙泄气来生它 造成本来就已经很万能的关鬼 力量更加的强势 也会让原本就已经修求无根的子孙瑶 更加没有能力去对抗 代表疾病的关鬼了 四摇做疾病的用神 无火关鬼 关鬼不但凌月令 还有日来生 是望向有根的情形 关鬼望也代表病人的病情 有加重的现象 必须要特别的注意才可以 总结来说 杨小姐普遥的卦是前卫天 洞便天山顿 本卦六冲 在这支卦里面 关鬼灵月令又有日来生 关鬼望就表示病情严重 对病人相当的不利 初摇子水的子孙 不但修求无根 被月令冲破 还动画入尘土父母的墓 代表医药的用神子孙入墓 再加上四婴都是望向的父母 所以才会说 目前病人所接受的治疗方式 以及他所吃的药 基本上都没有什么效果 病人在这个月 恐怕会有生命的危险 一定要随时注意病人的身体状况 这支卦是高先生 要问他得到癌症的父亲 目前的健康状况 扶卦以后得到的结果 是高先生 他父亲目前的病情很不乐观 这种病不但很难治疗 也很难会好 再加上酒病逢充 是很差的卦象 所以要建议高先生他们 要提早做好心理准备 普卦日期是仁颖年 丙五月 归卯日 空旺是城市 高先生普到的卦是更为山 动初遥跟五遥 便风火家人 高先生的父亲在化工厂工作了三十年 这段期间也曾经接触到很多的化学原料 再加上他家有很多癌症的家族历史 所以长期高先生他们都有在做身体检查 前两年他父亲被医生诊断出得到肺癌 这段时间高先生他父亲都有在接受治疗 但是上次检查的时候 发现癌细胞已经转移到他父亲的脑里了 因为老女长了一车恶性的肿瘤 让高先生他父亲非常的不舒服 不但会头痛四肢五粒 记忆力严重的衰退 好会常常点险 看到躺在病床上的父亲 高先生就很难过 希望透过普卦来知道 他父亲短期内的健康状况 带问病的用神看的是关轨 是要做的是荧幕的关轨 有日来福 是有根的状况 四肴辞逝就代表疾病缠身 表示病人身上的病 不但很难根治 也很难断根 硬谣生经的子孙 修求无根 子孙代表医药 根本就没有能力 去克制代表疾病的用神关轨 所以才会说 病人的状况很不乐观 初遥尘土的兄弟 动卯木的关轨 回头克 兄弟动会去生四遥的子孙 但是初遥的兄弟若空亡 又被化遥 卯木的关轨所克 所以对子孙的帮助不大 五遥止水的七才 动化四火的父母 空亡 才动会去生关轨 关轨的力量就会被加强 对病人来讲相当的不利 总结来说 高先生普遥的卦是六冲卦之一的更为三 动便风火家人 有病逢冲就代表病人会有生命的危险 再加上望向的关轨磁室 以及应咬的子孙 是修求无根的状况 所以才会建议高先生 他们要有心理准备 后来根据高先生的说明 他父亲因为病情恶化的速度 根本就无法控制 而且医生宣布他父亲 活不过半年了 所以他们就申请住进安宁病房 让病人安静的走完 人生的最后一段路 这只卦是林先生要问最近民调的状况 根据卦象的显示 虽然民调的资料显示 这个参选者的支持度很高 但是跟实际上的状况 还是会有落差 普卦日期是人影年 丙五月跟子日 空王是城市 林先生普到的卦是折地翠 洞三窑跟六窑变天三顿 林先生非常关心政治相关的消息 他看到最近很多人在讨论民调的事情 也很好奇新闻上报道的民调 就一定代表民意吗 他针对最近的新闻消息 问身边几个跟他一样 都对政治非常有兴趣的朋友 他们认为谁会当选 结果问出来的结果跟民调的结果竟然是相反的 也因为这样林先生才选择透过普卦来知道 现在民调里面排名第一的人准确吗 问公职选举的用神 看的是官鬼 四窑做似火的官鬼 官鬼虽然妄向 但是若空亡 三窑 卯木的七才动画生金的兄弟 财动 虽然会去生官鬼 但是因为六窑未土的父母 动虚土的父母画进神 父母动画进神会泻官鬼之气 所以实际上的民调 并没有像新闻中说的那么高 再来是应调的部分 应调做的是有金的兄弟 兄弟可以解释成支持者的含义 所以兄弟修求无根 就代表愿意支持这个候选人的人 可能并没有像民调表现出来的那么多 总结来说 问选举相关的问题 用神看的是官鬼 虽然官鬼辞世 但是官鬼若空亡 这就表示真正的民意 其实不像民调结果上面 所写的那样高 应调做代表支持者的兄弟 兄弟修求无根 代表支持者并不多 因此才会说 这一次的民调 跟实际上的状况 其实还是有落差的 不用太过在意 以上就是今天的实力解剖 希望透过今天的解释 可以让大家更加的了解 如何透过一金 来替自己指引方向 解除疑问 走进一金的世界 了解挂的运用 掌握自己的命运 让您拥有幸福健康的人生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